食管癌的早期症状可能不具有特异性 与其他一些轻微疾病的症状相似 然而当食管癌发展至一定阶段时 可能会出现食管梗阻的症状 食管梗阻是食管癌最典型的表现 表现为进行性进食困难 从开始只能吃干饭 到后来逐渐变为只能吃稀饭 甚至水也难以验下 早期食管癌的病变局限在食管壁 甚至食管研膜内 如果没有导致食管的功能障碍 没有累积食管壁的23周以上 对吞咽功能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也不会出现梗阻感 随着病变加重 累积食管的周长变成 侵犯深度加深 就会导致食管的扩张受限 蠕动功能受限 尤其是超过了食管管腔周长的23 造成了管腔的明显狭窄时 才会出现进食梗阻 所以很多食管癌患者 在出现吞咽不识后 到医院检查 已经是到了中晚期 就会变成功能的